18世纪 富兰克林用风筝吸引闪电 让人们开始对电流充满了好奇 19世纪 福特利用化学反应制造出第一颗干电池 法拉第发明了发电机 爱迪生发明了第一颗白痴灯丝的灯泡 直到20世纪 特斯拉发明了交流电发电机 提供了稳定持续的电力 进入了化时代的商业服务 促进了工商业的快速发展 而现在电力应用已经无所不在了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电力应用的几本单元 电路 电路 从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的意义咯 简单来说就是电流流动的道路 电路必须是一个封闭的路径 也就是说电流在这个路径中 可以顺畅的绕一圈回到原来的地方才可行哦 而这个能够让电流跑来跑去的路 必须是电的量导体才行 最常见的就是电线 由此可见一个构成电路的最基本元件 就是电线 或是其他可以导电的物质 让电流可以在上面流动 然而就像盖马路一样啊 不是让我们没事就从家里出发 又回到家里这样一直绕圈圈 我们总是因为要去学校上课 要去公园当鞠签 要去电影院看电影 要去海边游泳等等目的 才会利用到马路的 电路也是一样的哦 它必须要有一个应用的目的 才有存在的必要 一般来说啊 这个目的就是应用的电器 像是想要点亮一盏灯 想要烧开一壶水 或者是想要吹冷气等等 所以啊 电路上也需要有一个电器哦 有了电器 也有了运输电流的电线 那似乎还缺少一样东西呢 没错那就是电源 就是产生出电流的东西 生活中经常使用简单又安全的电源 就是干电池 一般常见的圆柱形的干电池 提供1.5V的电压 这里的V是指福特 是电压的单位 你可以把电池想象成一座山 水啊就想象成电流 山越高的时候 水势就越强了 电压就类似于山的高度 电压越高 电流就会越大 圆柱形干电池的电压是1.5V 电流不大 用手碰触也没有明显的感觉 但是墙壁上的插座 电压却高达110V 是电池的73倍呢 所以啊绝对不可以用手 或任何的导体去触碰它 大量的电流通过身体 会造成肌肉抽搐 严重的时候啊 还可能致死哦 总结一下 一个完整的电路上 必须要连上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电线 让电流可以流动的通道 第二个是电器 产生应用目的的器材 还有第三个电源 是发出电流的东西 虽然说以上三样东西 已经可以构成一个 完整的电路了 但是啊 每次不用的时候 就要把电源拔除 用的时候又要再接回去 这实在是有点麻烦耶 所以啊为了方便 人们啊会在电路上 接一个开关 正式名称是段路器 从名称段路器 就可以知道 它是一个可以很方便的 一按就把电路切断 让电源无法通过 再一按又把电路连接回去的装置哦 我们家里常见的简单电路 有电灯 电扇 冷气机 电水瓶 还有微波炉等等 而没有接上开关的电路代表 就非电冰箱莫属了 另外各种电器里面 都还有很多负责 不同功能的电路组成 像是负责温度控制的电路 几时器的电路等等 常常啊在报章 网络新闻上 看到的IC或晶片 其实啊就是电路哦 只是呢 为了满足内部空间 十分狭小 像手机这样的电器 要把复杂的电路放进去 就必须利用高科技的技术 把它缩得很小 但是缩小电线的话 会让电流流动的电线 变成太细 很容易断路 这种生产技术十分困难 台湾啊就是其中少数能够制造 这种超小电路的佼佼者哦 影片中有些小朋友可能不太明白的名词 都可以在影片说明栏中找到对应的名词解释哦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影片还不错 别忘了订阅我们 按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有共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